9月30号 习近平 李克强等中共七名常委 全数出席天安门十一献花蓝仪式 自习近平上台第二年后 每年的十一前一天9月30号 被设立为所谓的烈士纪念日 一般习近平会在当天 率中共领导人出席活动 30号当晚 中共举行十一庆祝酒会 除七常委外 九位露面的王岐山也有出席 习近平没有讲话 而是总理李克强代表发言 李克强在讲到港澳问题时 称将继续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的方针 然而近两年来 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 并彻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很多专家认为 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 有学者指出 今年的中共建政日 北京正面临自六四事件以来 最严重的内外交困 国内经济陷入停滞 房地产泡沫等灰犀牛开始引线 国际上因为对疫情的追责 及中共的战狼式外交 与西方国家关系降至冰点 而就在最近 中国多地又开始无预警的大规模限电 就拿这次大停电来讲 这样的大规模的停电 那是文化大量 中共将十一称为国庆 但很多人称之为国伤 认为72年前的这一天 只是中共政权建立的日子 同时也是中国民众苦难的开始 而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 十一可能更多地意味着黄金周假期 今年假期期间 预计将有6.5亿人次出游 相较于疫情前的2019年 人潮已经恢复了八成以上 而在黄金周 各地政府也加强监控力度 各地警方全面启动大数据中心 上亿的实时摄像头 遍及每个角落 新唐人记者金时 投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与其沙刘